這是一個在說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只怕豬一樣的隊友的故事 故事一開始先告訴我們說 主角從小就很有正義感 看到壞同學欺負人 就會幫大家報仇 揍那些壞同學 長大後他看了新聞說 很多人被恐怖分子殺死 於是他立志要重軍 保護隊友 保衛國家 嗯?他哪來的自信 但有自信是好事啊 接著開始演主角重軍的過程 首先當然就是先訓練 然後休息時去酒吧喝酒 順便把個妹 接著再訓練 然後再把妹 接著再訓練 然後再把妹 接著再訓練 然後再把妹 接著再訓練 你以為再把妹嗎? 錯!已經不用把妹了 因為他們已經結婚了 咳咳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訓練跟把妹是密不可分的 一結婚就有任務要上戰場 上戰場後主角開始當狙擊手 主角馬上展現出了他的天分 狙死了很多恐怖分子 主角正在大殺特殺 主角已經抱走了 主角無人能擋 主角已經主宰了比賽 主角已經成為神了 主角已經成為傳說了 接著回家休息 老婆也生了小孩 但是聽說恐怖分子有個很強的狙擊手 一直在殺他的隊友 於是主角又回到軍隊要找壞狙擊手PK 美軍跟恐怖分子打了很久 連小頭目都打贏了 但都沒有殺到那個壞狙擊手 由於戰爭打太久了 中間有回家休息一下 小孩都長大了 可是壞狙擊手還是持續在殺他隊友 於是主角回戰場繼續追殺壞狙擊手 追殺的過程中壞狙擊手也一直想殺主角 可是因為主角是主角 他不會死 但戰爭中如果正義方都沒人死 就太不逼真了 所以安排主角的隊友一直被射中 千萬不要當神的隊友啊 因為倒霉的一定是你 於是只好先救一下隊友 辦一下葬禮 接著繼續回戰場上與壞狙擊手PK 當主角與壞狙擊手在對峙時 由於壞狙擊手沒事無聊 先開槍殺了一個美軍 暴露了位置 接著就被視力6.0 考試做最後一排都能偷看 第一排同學的考卷 擁有超強視力的主角 一槍幹掉 主角也算是功成身退了 回國後主角雖然有一點戰爭陣後去 明明作者不動 卻會感覺一直聽到槍聲跟哭聲 但看了精神科之後 病情還算穩定 你以為主角從此就跟老婆和小孩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又錯 某天主角去精神病院 看他一些發瘋的隊友時 就被發瘋的隊友拿槍射死了 呃這一定不是真的 哈哈主角怎麼可能會死嗎 把我剛剛看電影的青春還來